不然就默默轉頭走掉了 然後走掉之後換對面那一桌 好像也是生日 好像就是男女朋友跟一個男生朋友 然後女生生日 啊男生就準備拍手的時候 然後我們這一桌 我就說 欸那邊也生日耶 這鼓女生日快了 然後那個男朋友就是很開心 也很大聲在那邊拍 拍完之後那個女生就很生氣說 你們為什麼要搬他啊 他要唱給我聽的耶 啊後來那一桌要走的時候 啊我忘記是誰 就跟他說你們要記得訂閱繁星喔 什麼之類的 就有個男生已經拿出了他的手機 好像真的準備去搜尋繁星 我就說不要理他不要理他 你們快走你們快走 他好笑 而且為什麼那一天在場的都不在聊天室啊 氣死 小魚也不在 啊老居在老居在老居老居 老居 啊不對 老居那時候剛好去廁所 老居沒參與到 老居沒參與到 那天有 丸子 雨 小魚 靠來我斷片了 兔子 呃 呃 Tina 虎缺 還有誰啊 沒了 喔 講訂閱是雨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超鬧的啊 飛飛 而且我們最好笑的是 我真的很多東西可以分享耶 我們是去吃燒烤喔 燒烤喔 然後就飛飛在那邊點素食鍋 然後 他的素食鍋用的特別久 用的已經快一個多小時了 然後我們是請那個服務人員說 呃 我的素食鍋呢 然後說好我去幫你吹一下喔 稍等一下 然後後來吹了半天 然後他的素食鍋這鍋 素食鍋 的 就說 呃 不好意思 啊那個素食鍋的金針菇沒有了 改成杏鮑菇可以嗎 我說好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然後後來 他飛飛就是只能默默幫我們烤肉 烤一烤烤到一半 我就說 欸 會不會是因為平常都沒人點素食鍋 啊突然有人點素食鍋 發現說平常備貨的金針菇沒有了 然後聯盟去垃圾桶 放了一個杏鮑菇出來 我說欸有可能喔 然後 他的素食鍋終於來了之後 我去看一下摸口 摔一個人喔 哇兩隻欸 完蛋了 快救他 快救媽媽 快救媽媽 媽媽 嗚 嗚嗚嗚嗚 哇 媽媽 好強啊 欸他揮一刀把把把把石頭打爆欸你怎麼做到的 有精華了 欸 夜貓我們那天有想要揪你 我那天我記得要揪你揪到一半發現你 你已經先買了 我記得你買了壽司跟烤肉的東西 我們剛剛講到哪裡了 喔對 那他的素食鍋來了之後 他就打卡拍照嘛 他就想要拍照拍下來 我就講了一句話 幹嘛 打卡拍照再送一份素食嘛 他說隱藏菜色 然後就說這不會是燒肉店的素食鍋呢 打卡拍照還有素食東西可以拿 我當然知道是石頭裡的杜魚跑出來啊 然後後來 後來就是 呃 然後他因為飛飛烤肉的方式真的很像裡面的店員在幫忙烤 然後我就說 你是不是在這邊以前做過 不然你怎麼會這麼懂 而且只點素食鍋有沒有 啊後來 對面那對情侶那一桌 在喔這是還沒發生生日事件的時候 因為我們斜對面那對情侶 就是也好像 不知道為什麼服務人員跟他們聊很久 然後就講了一句話 因為對面也點素食鍋 所以處理特別久 對啊隱藏菜單啊 我就在那邊一直笑啊 然後小魚就一直覺得很白 是不是笑得很開心啊 哇 課金王欸 現在他很好笑的 啊後來 我們那天晚上就睡覺嘛 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是在看電影 那個 是有些鬼的 無限之戰喔 還叫什麼 因為我沒有在看那個啦 漫威的東西 啊就是覺得喔 看打打沙沙看的好爽 啊因為 完全對那個漫威裡面都不了解 就會你們問一下說 啊這是幹嘛的 這是幹嘛的 然後後來就是晚上 因為沒有看完 因為太累了 然後兔子就先睡了 然後我也就跟著去睡了 然後睡了 然後兔子就 拿著客廳的一個 毯子 把自己裹成一個縮 縮一重一樣 他就整個一捆了 法國麵包在那邊 然後想說好吧 然後就自己睡好了 然後睡到一半的是我做惡夢 我夢到那一群 那種乾爹 就是拍的那種 影片 就隨便在路上拍的影片 然後因為 有人說要去尿尿 按了暫停鍵之後 一個女生回過頭來 欸欸欸欸 水喔水喔水喔 喔怎麼進來的啊 然後就是 就是 欸又一個又一個 哇怎麼來的啊 哇 輪流被咬欸 喔這邊啊 這塊不錯 這塊不錯 不過怎麼會生怪 喔沒怪了 然後 然後就是那個女生 就是 反正眼睛是張開的 然後突然畫面定格之後 他眼睛突然閉起來 又張開 然後眼睛從中間 看到左邊去 啊後來我就馬上下醒 下醒之後 我就 跟兔子 我就說到兔子旁邊去 他說幹嘛 他說 我做惡夢了 他說喔 然後就 虧在兔子旁邊睡覺 然後隔天早上起來 我就問他這件事情 他就說 有嗎 好像有欸 怎麼設計大家都難死 不知道欸 怎麼這屆有這麼好死啊 不行啊 好卡喔 可是剛剛跟哈記他們玩一款新的遊戲 又不卡 還是因為觀察者啊 我以前也沒有看過 我是打算 真的要有一天 就一直在看吧 覺得 也要等我的事業起來吧 因為我現在就是 有起步 但是很不明顯的那種 也不是說起步啊 就是 好不容易像10萬了 但是就是要繼續維持下去 還要再一段時間 才能就是 請剪片師啊 請什麼的啊 紅包袋好想剪 欸我每次看到也好想剪 可是想到說 幹不行 那一定是明昆的東西 不能剪不能剪 啊 後來 啊後來 喔對我可能 可能不會在Twitch開台囉 可能啦 因為 我講真的 可能大家會不捨 可能現在Twitch可能我看一下幾個人喔 好Twitch現在可能會五十八個人會不捨 哈哈 不是啊講真的啦 如果真的要換平台的話 這樣對我也好啦 因為 我換平台有一個 比心基本工資在 然後這樣子 我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比較多 我也可以請別人剪一些 品質比較好的影片 所以 我重點就是 你知道我不換平台的 點就是 考慮到大家的那些訂閱都 已經好不容易到多少多少了嗎 我就很捨不得換啊 但是我 如果考慮到你們的訂閱 跟那些不捨的話 死的人是我啊 我現在就是 我想一下喔 我現在的月薪 還沒辦法養齊兔子 你知道嗎 也不是養齊 就是我真的要出去住 要有規劃的話 我現在只靠在Twitch開台 然後YT的影片 我一個月下來 我其實 薪資是比平時那些 22K還高啦 但是真的要 要考慮跟兔子結婚那些的錢 那些的錢是不夠的 對啊你看喔 Twitch50人 然後YT450人 對 所以 如果 Twitch這邊放棄的話 我應該不是NONO啦 我應該是會換到YT啦 我應該是會換到YT啦 FB啦 對啊 因為 我講 NONO那邊的環境 我 還是 不會去考慮啦 我應該是FB啦 但FB 考慮到一點是 隱私問題 我靠 我怎麼在UHC在聊這個啊 第一主播真爽 就是 我感覺我這一集UHC沒什麼可以撿耶 天啊 怎麼畫面都那麼難死啊 而且大家裝備都成型 打起來應該是 我就是我們那一隊最慘耶 我看一下喔 有裝備嗎 等一下 對喲 你們怎麼了 沒有我再走那麼慘 欸 這個對嗎 還有誰活著 除了我其他都死掉了 我的天哪 這幹嘛 喔 對啦 那是 那個FB跟NONO都會給底薪 然後至少 我可以用 那個 YT領到的錢 或是FB領到的錢 就是拿來當生活費 另外一邊的錢就可以存下來 之後 也比較好對兔子的家人啊 拿出一些 業績出來 才不會覺得 啊我做這個真的賺錢嗎 之類的 對啊 所以 嗯 我其實很早以前就已經想了 因為他們轉去NONO之後的大概半年吧 我就已經開始想到這一點了 可是想著想著就又碰到7WT 然後這件事又隔著 然後回過來 你看又CWT又到了 然後又碰到 訂閱又10萬了 東西都還沒弄好 有颱風貼那個嗎 什麼颱風貼那個 因為許希當第一組 我來聊聊 要聊什麼 不是啊 你們 FB沒用 啊就拿來用啊 沒辦法啦 因為 我還是要考慮到 自己生活啊 我 我 他們也常跟我講說 我太考 太注重你們了 但是你看 我注重你們 因為 呃 國外有辦法 那些大台或國外台 可以靠Twitch賺錢 那是因為有那種 贊助 付費 跟那種小費 就是 國外的人都給得起錢啊 養得起那些 大實況主 就真的可以開台 而且完全不用剪精華 你剪精華就把那些人家 給你的錢 再撥一些出來 給找剪輯師 這樣子 他們可以這樣子 循環起來 藍色學校 但是 我們台灣就 就大台就是很大台啊 然後 會給錢 就是會給錢 但是 很多就是不會 給那種 像我 你們不是說你們給太少啊 你們還是有給 只是 但是 我沒辦法過火 我是只靠Twitch這邊 沒辦法過火啊 但是我至少有經營YT 所以我至少還可以 還可以呼吸 還可以吃飯 對 對啊 國外都很跟給啊 所以 但是 台灣沒辦法像國外那樣子啊 觀念習俗不同啊 藍色學校不是都有固定開台 可以 可以喬啊 可以問啊 因為 我本來 那天要問阿靜 結果我們那天聊八卦 聊到 忘記了 聊一大堆八卦 聊一大堆事情 聊到忘記 哈哈哈哈 哈 欸不見了 對啊其實 離開後 我是一個 不太能 要怎麼講 我當我習慣一件事情之後 我 我不太想 去 接受 另外一塊 新的東西 好想你 好想你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 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 感謝學妹續訂 你應該是用自己的零用錢 不是用爸爸媽媽的那個吧 信用卡吧 有 … 下去 ham 飞 人 牠 入 那 中文字幕——YK